朋友们,大家好,大伯奇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点赞,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雍正死因揭秘 清世宗雍正皇帝爱心觉罗印珍1678到1735年,康熙皇帝第四子,清入官后的第三位皇帝 他对有爱于皇权的反对势力大家踏伐,有效地改善了励志,增加了国库收入 为乾隆朝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同时雍正又是一位刚愎自由 吉恶如仇,喜怒无常,独断专行的皇帝,因他只做了十三年龙位就暴死于深宫之中 对于他的死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败官夜史中更是众说纷纭 雍正十三年1735年8月23日,雍正皇帝猝死在圆明园 雍正皇帝死得十分突然,无论是他的皇后皇子 还是身边最得宠的大臣都没有丝毫心理伤的准备 据雍正朝大学是张廷玉的《承怀主人自定年谱》中记载 雍正帝在临终之前没有丝毫一病不起的迹象 张廷玉在雍正帝死之前不久还曾每日觐见 雍正驾崩那天,张廷玉被被急到进宫 得知雍正皇帝已冰弥留 这个消息使他惊骇欲绝 作为第一手资料的起居注册中是这样记载的 8月21日,尚不遇,仍办事如常 22日,尚不遇,则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 虚实皇上病情加重 急忙再请宫发布遗诏给诸王 美大臣,及大学士 龙玉上宾于23日子时 游大学士宣读诸笔遇旨 这宝亲王继传,但是关书正史上 并未严明雍正到底是患了什么疾病 而且关书实录 启居注等文献对雍正生病期间的状况也稀有记载 以至于后人都对雍正的死因妄加猜测 众说纷纭 雍正对驾崩之后 他的灵鹫在清宫只停放了19天 就被移错到雍和宫永幽殿 为什么他的灵鹫会这么着急 从皇宫中移到寺庙里来 难道雍正的死真的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 清朝遺史大官眷仪中说 雍正是被民间侠女吕四娘所伤 吕四娘是清代著名学问家吕刘良的孙女 吕刘良因受增进 张熙暗的牵连 死后还被挖关陆尸 当时吕四娘一向跟随大侠干凤池练习剑术 身轻如燕 有一身的好功夫 得知自己祖父的遭遇后 吕四娘大愤深夜入宫将雍正刺杀 并割去其头作为报复 由此民间传说雍正下葬的时候 安的是一个金头 一眼是首级被割得尴尬 也有人说是因为雍正迫害自己的兄弟 结果引起元阿哥们所虚仰的武林人士的仇恨 当时有个僧人武功很厉害 后来雍正派自己的武林高手们将他团团围住 僧人说今天我气数一尽 但三个月内必有人为我报仇 说完便自问了 那些人将僧人的首级割回去复命 并把僧人说的话禀告了雍正 雍正听后非常害怕 大力加强了宫廷的防卫 并命示威门日夜巡查 但仅过一个月 雍正便无故抱死于内寝 但有人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谣言 首先旅案发生后 其家人皆受罚无漏网之人 其次 四娘根本不可能混进宫 虽然曾经也有过罪犯眷属 特别是十五岁以下女子 入宫为奴 像朱连在旅案中的延红奎 黄补 其妻借子妇即服侍于宫陈家 然而吕氏的孙辈 在凝固她成为奴隶 犯大罪的人犯多事这样下场 所以四娘不可能混入宫内 还有 皇帝实际上一年之中的三分之二 都驻逼在圆明园这个离宫 园内内阁极各部院 等极构之规模红大于 大内不相上下 雍正二年起 便设护军营 一个女子根本不能飞檐走壁 穿过昼夜的巡逻和森严的戒备 轻易的就进入寝宫 刺杀皇帝 因而 雍正遇刺身亡 并且尸体无头的说法 便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也有人认为雍正是过老死 由于他过于勤于正污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 有时候深夜还在月皮奏折 而第二天很早就要去上朝 据记载 雍正在即位后的五六年里 身体还算可以 但在雍正七年 一七二九年的时候 他得了一场大病 一病就是一年多 几乎一命无虎 手下的官员尚请安折 让他多休息 雍正偏要逞强 只要他能动得了 什么事情都要公身亲为 如此一来 即使不忙死 也会累死 就说雍正去世前的几天 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的休息 反而一直在抱病工作 直到最后那天挺不住了 他才让两个儿子前来事后 此外 还有一说认为 雍正皇帝是负担要中毒而死 这些人通过细致研究雍正朝的起居住发现 雍正皇帝十分崇尚方术 雍正帝为了求得长生不老 在宫里续养了大批的和尚 老师 他自己也十分的热衷占卜 求神等叔叔 甚至还常常以此来决定对官吏的任用和牲畜 在雍正的预志文集中写下了不少歌颂神仙 丹药的诗 而且在政务之余 雍正还常常在道士和尚们的指导之下 研究炼丹 采灵 放鹤 受罚等道家秘书 雍正为了求得长盛 还经常服用道士们进宪的丹药 在朝鲜的史集中就有关于雍正帝沉迷方术 以至于病入膏肓 四腰以下不能动的记载 另外人们还从雍正的继位者 乾隆皇帝这里找到了一些证据 雍正皇帝死后仅隔了一天 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 乾隆皇帝就突然下了一道御旨 驱逐圆明圆中炼丹的道士们出宫 并对炼丹道士张太旭 王定前等人说 若一等阴内庭行走数年 捏称大型皇帝御前一言一字 已经访门定严刑拿就立即正法 新军刚刚继位 雍正大桑未完 朝中有众多事物需要处理 乾隆别的事情不去做 而急着下令驱逐数名道士 这种做法却有奇怪之处 驱逐道士的同时 乾隆还另外降下一道御旨 御令宫中的太监 宫女 不许妄行 传说国事恐皇太后文之心凡 凡外间闲话 无故向内庭传说者 极为被法之人 定行正法 乾隆帝为什么不许 宫中太监宫女们乱说 难道此间真的有什么 不想为外人知道的引擎 联系前面乾隆队和尚道士们的处理 也许中毒身亡之说 确实有几分可能 而且后人以现代医学知识 来对照雍正死之前的症状 发现雍正皇帝死之前的症状 与中毒而死的症状极为相似 以上仅为流传较广的良重说法 至于历史事实究竟如何 还有待于史学界的进一步考证 雍正死后被葬于清夕陵的太陵 后世宗静天昌运剑中表证文武英明宽人 信义瑞声大笑致称县皇帝 始称雍正皇帝 雍正得意在位时间不长 但却在继位和死因问题上 为后人留下了两大疑案 也许这些疑案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奇之处 只是后人的种种传言 才给他披上了层层的神秘面上 变得扑朔迷离 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罢了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密室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密室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